停一下 停一下 好 停 那么刚才要看了一下 基本上这个八二台刚才的 你的判断方法跟击球的这个方法 你已经掌握了 那么我们再去实际去练的功能 都要注意几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 你的不管是你的新技术也好 你的老技术也好 都要遵循一个什么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我从比方说 我定定义了这个初级 中级到高级到最后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专业级的一个 质量来进行训练 那比方说刚才你看定的过程中 你基本上是已经知道了 先定短在正常的这个方式 你也知道了 那么呢我们现在去练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定点过程中 就是在手底下这个位置 你打的还不错的话 那么到第二个级别 就到了什么 就是我们那样终极到什么 就是你要回到你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展位 就揭发球准备展位 你比方打个比方 你让揭发球比赛的时候 你站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开 它去起步 好来打一个 刚回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这个你后面可能经过这个要快的话 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体会得差不多了 那么你最后再难一点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球它会要发你这个位置 你当做不知道 甚至于要什么呢 给自己制造一点困难 就打比这个训练 你想去结合到实战 甚至于超越实战 那你的质量就是要比比赛中 要练的这个困难要更多 你才有可能在比赛中 去达到这个点 你决定的 比赛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打个比方 会不会出现 我怕刚准备测身 对方啪发了一个状位 急转一个帮上来 会让这种情况吧 既然会存在 那我们就要去练的 那打个比方 如果说再难一点 你看我假设这个球 它会要发我的测身位 我可能刚准备测身的时候 二次启动 啪 上去就打这个球 再发一下 看到没有 我很多天 啪 我测开伸了这个球 我再去救这个球的 可能 啪 我可能有个 啪 小的一个 侧身弄得再去 走这个球 再上去救这个球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感觉也都练到了 那比赛中你会发现 你判断的好的球 那基本上就是很无压力的 就算你碰到失误了 你还有一个什么 你还有一个二次启动 一个补救的一个环节 但如果说你这个东西练不到 比赛中趴一侧身 趴对方一变你 没了 你只能去够 大家看着那球走了 看到吧 我们先练第二个 就是先回到你的 准备的 准备的 准备的站位姿勢去练这个球 再试一下 你看 这个上位就没有干上那么顺了吧 回去回去还原啊 好你看 你看很明显你现在这个短球上就没有干那么顺 因为它距离远了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脚底下得要多跌一步 或者我幅度稍微再更大一点更快一点 你按照刚才你站这个位置 跳 跟这个位置跳 是完全不一样的 慢慢 那我需要我这趴 上了可能这会儿再上的深一点 好再来一下 哎对 不要提前动 不要提前动 不要天动啊 不要天动 对看着球去动啊 对很好 好很好 别踩死在里面 听 你这个脚重心不要踩死到里面 我啪 你看我这个球 啪上去 我啪上去 我跟鞋接主动防守 我批完以后可能是鞋接主动防守的 我批完以后可能是鞋接主动防守的 这小球一打啪 飞顶了就没了 哎 对 对很好 再来 好的很棒 哎漂亮 哎这就是个调节 好的 别拉手 先先针短的 对先针短的 做好一些最困难的准备啊 这三个球都先往前的了 弧线又 弧线又不低 也不转的 为什么你要等完得去往上拔呢 对啊 对再来 对对对 对漂亮 好球好球还还可以 还可以 对这个就好多了 结合一点实战了 好球 好不错